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的话应该是在场上的一些能力还是可以的 加上我们的四大规划球员 虽然这些规划球员的年龄稍微偏大了 但是他们的能力确实在亚洲范围内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但是就是一只这样的国足啊 可以说前两场比赛打得非常差劲 逐渐的力铁也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指责 从连一场的换人 包括整个对于手法任务的这个安排 都可以说是非常的错误 很多球迷的也是对于力铁下课也是呼声很高 但是呢从目前情况来看 力铁下课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呢足球员也是当时和力铁签约了五年的长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足球员应该不会短时间内让力铁下课 这可以从力铁的几次发明中可以看到 力铁的心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我告诉力铁 力铁高兴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足球员现在也是遇到了大麻烦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联赛啊处于那个停摆吧 下阶段呢 比赛中啊可以说是有很多球队啊都处于这个前线的状态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球队能够正常运行 所以说现在对于中超联赛来说呢 却受到了很大的麻烦 在大部分球队都前线的情况下 我们的几个规划球员将何去活从 对于规划球员呢 他们的年薪是非常高的 国内除了恒大之外呢 又有几支球队能够真正的负担起这个规划球员的年薪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几名外员呢除了阿兰之外呢 包括洛国富啊 XC他们都已经回到国内 现在的问题是啊 有哪几个俱乐部能够真正接受他们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广州恒大呢 可以说是现在出于前线比较严重 无力去承担这几个规划球员的年薪 国内这些球队呢 又有哪支球队能够真正的去承担他们的年薪呢 如此高的年薪啊 可以说是国内的目前的几个还能运行的俱乐部啊 是无力承担的 如果XC和洛国富他们如果宁愿较年薪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俱乐部能够接受的 但是呢 如果他们对于较年薪的话 不是同意的话 很有可能去别的国家去效力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两个月就进行下轮的第七轮的比赛 如果他们在其他国家联赛上上场 拿着别的国家的那种薪水吧 他们还能不能回到国内 能不能回到国家队 替国家队效力呢 所以说这件事情啊 对于李铁来说 对于国家队来说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麻烦 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足协领导包括李铁 能够真正的劝出这些规划群 让他们也做出重大的决定 到底能不能为着中国足球的发展去降薪 因为从目前来看他们的年限确实非常高 如果包括XN和洛国富能够降薪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俱乐部能够承担他们年限的 所以说需要这几个规划群员 能够做出重大的决定 能够主动的去降低一些薪水 去真正的去融入中国足球 也能够保证他的状态吧 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还是要去和这几名规划群员去真正的商讨 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些重要决定 不知道你觉得他们能不能为了中国足球而降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